在2020年这个不寻常的一年 已经真的进入尾声了 欢迎大家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周末 来收看我们的娱乐漫谈 现在介绍张力 跟我们观众朋友见面 张力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张力是清华本科毕业的 同时呢也对周遭的这些时事 非常非常的关心 因为贷款的这个好处 在今年算是独秀的几支 其中的一个行业 所以您对这个 我也事实上 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的低利率 到底经济国内国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给我们做一个2020年的宏观的回顾 好的 今年大家知道是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年 大家都在焦虑与恐惧中度过的 主要是疫情来的太突然 大家回顾一下 就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可以说是一路凯割 失业率降到了3.5 是过去50年新低 而且就业人口也是增长的很快 每个月都增长到差不多五六十万 还有GDP增长率也达到3% 所以突然呢 这个疫情过来以后相当于呢 嘎然而止 整个就是把整个经济按下了暂停键 所以连续几个月呢 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是负的 特别是第二个季度呢 增长率是负增长的33% 这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对那还有就是由于经济的影响呢 对整个这个小的business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疫情发生了第二波 尤其是最近发生第二波 很多小的business都濒临倒闭的这个危险 虽然也是政府又出台了很多经济的振兴计划 最近又出台了9000亿美元的一个振兴计划 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有点来得迟了 过去有六个月时间 这些小business是基本上是在出于生死的边缘 对 因为小business整个创造了美国就业50%以上的就业人口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美国将来的发展的话 会起的很大的negative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经济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政治上不确定性呢 就是大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 有很多因素造成了 大家都对这个大选有很多各种看法 对 所以呢现在没有结果呢 都有种可能 如果民主党当政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呢 我想可能是这个大政府啊 增加更多的regulation 然后美国的经济呢增长会缓慢 因为很多大公司呢 它可能这个 比如说我们加州来说 民主党控制的州 那大公司都很多要搬离加州 因为这里regulation对business非常的不友好 不利 增加税 增加各种严格苛刻的条件 对于个人来说 那也是很多人我知道 也搬离加州了 可能损失了将近30万 纽约州也损失了30万 大公司像是这个 Silicon Valley Icon的公司 HP HP 这是硬件的 Oracle软件的 还有Tesla Tesla代表新兴行业 那更多的小公司 大家不知道的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基本的business 很多是从 这个Silicon Valley shift到Austin的Silicon Hill 而且我们一旦失去这个 他们把这个highquarter挪走的话呢 相当于highquarter是个profit center 他的税交的少的话 这个整个这个state income tax少了 那其他的我们 没有离开的人的话 那就bear additional burden 听说现在那个州的income tax 要从12.3%涨到16% 所以这样的话 有的人可能交的州税 比联邦税还要高 所以这个是个 对我们来说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是不是美国还能够保持 在疫情前这种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200多年 我们的经济是完全是走入正轨 在这个正常的一个效率 非常高的系统进行情况下 还能不能回来 就看是不是川普能够翻盘 还能够保持我们原来一个 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 因为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一种焦虑的感觉 很恐慌耶 非常恐慌 疫苗现在出来了 但是效果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 到明年四月的话 我想可能一多半的人都会接受注射 希望达到了整个全体免疫 这是我们希望的 但是欧洲最近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异 又是雪上加霜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的 大家这个年底过得都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拘束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政治 这个是对美国整个社会影响非常大的因素 都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question mark 不知道将来何取何从 所以我希望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如果这个疫苗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疫苗呢 跟以前传统疫苗不一样 以前呢叫灭活疫苗 是把这个病毒杀死以后 打入到人体 所以呢它是没有活性的 但是制作起来呢 过程非常复杂 而且效率低成本高 我们现在做的是叫 Messenger的RND 是信使RNA的一个疫苗 就是Pfizer也好 Moderna也好做的这种疫苗 它是根据这个核酸的一部分的信息呢 注入到体内 所以呢对这个变异的这种病毒 会有也有很好的效果 好消息啊 所以这个如果真是能够 确实能够非常effective 我们都达到全体免疫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受到这个疫苗 这个病情 这种病毒的感染 将来经济呢 如果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真正结束以后 也能够按照以前规律 去继续发展的话 我想我们这个confidence 还会gain back 这是我们大家都梦寐以求这样发生的 我也希望能够发生 我听明白了 那么在联邦方面 联储局也在第一手的时间就出来救市 这个是跟救市法案是separate的一个事情 他们也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角色 来维持市面的稳定 注资到市场 还有跟现在的利息低 也有很大的关系了 没错 因为现在联邦和联储局 相当于是两个同时加力 双管齐下 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这个联储局把利率控制在很低的level 差不多到2022年 都是在不增长利率的基础上 那现在联储局呢 是把这个利率降低了 整个mortgage rate也会受影响 基本上是维持在最低的level 基本上30年固定能在2.5左右徘徊 所以这个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将来如果经济恢复的话 这个利率可能会慢慢涨上来 所以现在房地产受到经济的 这个好的这个影响 大家的fotability都在增加 所以这个的话 对经济是个非常好的促进 也许它会成为一个driver 把美国从低谷带出来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的次贷也是引领了世界的 相当于世界的经济火车头 带领整个全球走出了低谷 这次希望是美国也是起突然的角色 那有可能房地产就是因为低利率 会让经济走上了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们到底庆幸我们是住在美国 这些policy maker都有这么大的学问 还有把这个policy都已经搞得好好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住在矽谷 住在加州 住在美国 还是值得安慰的 我今天听到张力 从这种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利率为何是现在这么低 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有趣 那么在1月2号张力会来到我的节目中 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2021年贷款市场的预测 好吧 好的 好 非常感谢你 祝你假期愉快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 祝您新年愉快 我们下次见面就是2021年了 拜拜